巴梅尼德除了提出存在和非存在的学说外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就是他提出了两条路 真理之路和意见之路 什么是真理之路呢 真理之路就是要用一种理智的思维去认识事物 这样才能够达到最后的真理 他主张的是存在者存在 非存在者不存在 也就是说这条道路是对存在的一种认可 是巴梅尼德非常推崇的 要牢牢抓住存在 不必在非存在的问题上分心 那其实他这里所说的这个存在 就是最后通向真理的 那么一个最终的终极的存在 而意见之路则恰恰相反 认为存在者不存在的 而非存在是存在的 巴梅尼德认为 意见之路是寻觅不到真理的 所以一定要走真理之路 与此同时巴梅尼德说出了存在的几个特征 第一 存在是不生不灭的 如果它是被生成出来的 只有两种可能 被存在生成或被非存在生成 但两者都不可能 存在只能是一种现在的状态 并且永远保持这种状态 第二 存在是具有连续性的 在时间和空间中都具有连续性 第三 存在是独一无二的 非存在是杂多的 这个道理很好理解 就是规律是一 而现象是多 第四 存在不变不动 非存在是变动不拘的 好了 回顾一下今天的节目 我们去了解了巴梅尼德的思想 存在论 最重要的一个理论贡献 就是巴梅尼德将一神论 赋予了一种哲学表达 但它并没有达到 柏拉图的理念论的高度 但巴梅尼德的存在论 成为了从毕达哥拉斯的树 到柏拉图理念论之间的 一个必要接力手 紧接着 我们去了解了巴梅尼德 所说的两条路 真理之路和意见之路 巴梅尼德倡导 我们要用理智的思维 去认识事物 走真理之路 而不要走意见之路 哲学史就是这样 哲学家的思想 在历史的阶段里 是不断生发演化的 好了 今天我们介绍了 爱丽亚学派的前两位哲学家 克塞诺芬尼和巴梅尼德 在下期节目中 我们将介绍 爱丽亚学派的第三位哲学家 芝诺 他最大的贡献 就是对巴梅尼德的思想 进行了大量的逻辑论证 在当时看来 貌似是具有逻辑性的 但实际上又是具有很强的诡辩性 助长了一种诡辩论的思想风气 下期节目中 我们将详细去了解 芝诺的四个悖论 感谢大家的收听 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 听哲学 每期节目 我们都会有知识精华的推送 希望大家 每一期节目都好好消化 在完全理解的情况下 再进入到下期节目的学习中 我是舒杰 感谢收听 下期见